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通过where 对我们的记录进行筛选 筛选出符合我们条件的记录 当然可以作为 我们where条件的 有那么多 也带着大家一一进行了一个演示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当我们想对记录 按照某些字段进行分组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 我们的group by group by就可以实现你的分组查询 但是分组你需要了解 就拿我们人类来分组 那人类无非是男人 女人可以分为两组 它会把值相同的 把这个字段值相同的 放到一个组里 而且分组之后 只会显示出组中的第一条记录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分组查询 通过group by 关键字来实现 那接着我们就先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通过group by 实现我们的分组 好 来看一下 就拿我们这个用户表为例 现在呢 如果我们按照什么来分呢 按照我们的这个用户所在省份来分 那现在你查询一下所有记录 那现在你查询一下所有记录 select信号 from一个 cms的user 你看到一共有几个省份 五个省份 那现在呢 会把值相同的放到一个组里 应该分出几组呢 应该分出五组 我们可以来查询一下 按照 用户所属省份分组 那接着需要写 select信号 from cms的user 条件是 没有条件可以 直接来分组 group by 加上哪个次段 那现在你看到分组之后的结果呢 就可以得到一共五组 一二三四五 接着只会显示出组中的第一条记录 你也不知道组中有几个人 也不知道组中的成员都有哪些 只会显示出组中的第一条记录 那现在呢 我们再换一个 再向这个表中 向用户表中 插入一个性别 再来添加 动态添加字段 向用户表中 添加性别字段 正好把之前学过的知识 我们也应用进来 首先呢 写上 alter table表明 CMS的user 爱的关键字 sexe number 男 女 保密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向表中 更新一下表中的记录 update 表明 table set update cms的user set自断名称 set sex等于 男 条件 where id in 写上一个 12 13 5 7 9 接着再更新一下 女 写上一个 24680 接着再来更新一个保密的 一共有多少条记录呢 一共12条 1112 更新成保密 id in 11 12 好 成功 再查询一下 select信号 from CMS的user 你会看到又多了一个字段 有男 有女 还有保密 那现在如果我们按照性别字段来分组呢 此时应该分成几组 对 应该分成三组 会把值相同的放到一个组里 那接着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按照性别来分组 按照用户性别分组 select信号 from 表明 group by 加上一个字段 sex字段 那此时你会看到分成三组 男一组 女一组 保密一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是按照字段名称 同样的按照位置也可以 按照位置呢 你就需要知道每个字段对应的位置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 四 五 六 七 如果按照我们的省份 所在的 所在省份来分组 那现在应该是写七 但一般的按照位置来分 也很少用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select信号 from cms的user group by 七 按照位置 位置 分组 没有直接写上这个字段名称 可读 性要好 那现在你看到 一二三四五 同样的 你要按照性别来分 写上一个九 就可以 会分成三组 男女 保密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单独的 如果有分组的话 可以通过 group by 来实现 那你也可以按照 多个字段来分 那现在我就可以按照 年龄 按照 性别和年龄来分 按照 多个字段 分组 那只有 第一个 组名 第一个值相同的情况下 可以来看 信号 from cms的user group by 写成一个 sex 会分成三组 那接着第二个的时候 你可以再写 按照年龄来分 或者按照 proid 分完三组之后 再根据它 再来分 此时你会看到 一共有这么多 一共有多少呢 你看到 先按照你的男女保密 分成三组 接着在每个组中 再按照我们的poid 来分 这样的一个形式 1235 接着是123 4 1和2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 你看到 结果中 不是 多少呀 不是12条记录 证明我们的组中 还有人数 可以按照 多个字段来分 这一点 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接着再往下 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没有加上条件 同样的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首先通过well条件 筛选出一部分结果 接着呢 再在well之后 来加上你的分组 对于你的查询结果 进行分组 所以说一定要先写上你的条件 再来写你的分组 那这时候 我就可以这样来写 查询 编号 大于 等于 5的用户 并且 用户 按照 性别分组 select 信号 from CMS的user 条件是 id 大于 等于5 group by 加上一个 sex 那这时候我们来实验一下 分成三组 但是呢 你也不知道 每个组中总共有多少人呀 对吧 接着还也不知道 我们的组中 用户的详情呀 你想得到都有哪些 用户名啊 对吧 现在你还实现不了 别着急 你先把分组这一块 简单的练习一下 那下节课呢 你就会实现我们想要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